很多人都會聽過有行背和圓肩的姿勢問題 但很少人會提及盤骨前傾的問題 所以很多人都會忽略了它的影響和嚴重性 有些甚麼人會比較容易出現盤骨前傾的問題呢 例如一些長時間坐在這裡工作的人 又或者一些女士需要長時間穿著高跟鞋 如果盤骨過度前傾 就會出現腰椎弧度增加的情況 在這樣的情況下腰椎的壓力會增加 容易出現腰背痛症的情況 同時間盤骨前傾亦都會導致寬關節和下肢出現耐旋的情況 在人提供效力學果的層面去看 寬關節、膝關節和腳硬的關節所承受的負荷都會增加 所以這些人亦都容易有寬關節的痛 膝關節的痛和腳硬關節的痛楚 最嚴重的話亦都可能會出現下肢、麻痺、痛症的情況 除此之外盤骨前傾還會令肚腩體落膠突出 真是不容忽視的 腳向前下5-10cm先離開牆 然後正確的情況之下 其實上背、臀部位置 其實就可以貼到牆 另外頭部也會輕輕貼到牆 然後我們會用一隻手放到腰背的位置 如果是正常的腰背弧度的話 其實可以放到一隻手放到腰部位置 但當出現一個盤骨前傾的情況 就代表腰椎的弧度增加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空間就會增大了 當出現盤骨後傾的情況的時候 腰椎就出現一個平背情況 就未必可以放到一隻手放到空間 盤骨前傾的其中一個成因就是肌肉的失痕 例如蜂屈肌和下背肌肉過緊 另外臀肌和腹部肌肉也會比較弱 立即看看如何透過伸展運動去改善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